小说《水浒传》中有两个出轨的女人 分别是潘金莲和潘巧云 有一种说法是作者施奈安跟一个姓潘的人有仇 才让这两个女人都姓了潘 在央视版电视剧《水浒传》中 潘巧云也占了不少戏份 潘巧云是病官所杨雄的老婆 她是在前任丈夫王亚斯去世后嫁给杨雄的 结婚后杨雄整天忙于公务 冷落了不甘寂寞的潘巧云 而和尚裴如海对她的美貌垂涎已久 这次趁她到庙里为母亲还愿的机会大献殷勤 演员牛丽1973年出生北京人 她在1986年获得全国第一届女子花样游泳团体冠军 15岁转入八一射击队 跟世界冠军王亦夫及李对红做过队友 1990年获得全国射击冠军 后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 并于1991年出演了个人第一部电影 在《大决战》中饰演小新娘 之后参演过多部影视剧 牛丽还多次参加央视春晚表演小品 裴如海借口让潘巧云观赏佛牙 把她请到自己的房间 制造俩人单独相处的机会 小和尚送过茶以后 裴如海关上门对潘巧云大胆表白 两句话刚说完就急吼吼的 要她今天就成全自己 潘巧云甩了她一巴掌 称怪她无礼 这和尚也是个厚脸皮 说随便打 只要不怕闪了你的手 潘巧云又吓唬她 说我官人武功高强 如果我告诉她 她会杀了你 海和尚不怕 还说杨雄不会体贴人 潘巧云要她不要性急 说我丈夫经常在牢里职业班 有的是机会 她定下了过几天给王夫超度亡灵 到时让海和尚到家里做法事 海和尚满口答应 可怜我的前夫 他倒是个知我疼我的人 可是 可是她命太短了 几天后 海和尚到杨雄家 潘巧云把她给杨雄介绍了一番 说是老交情 已经交往多年 杨雄倒也放心 职业班去了 让把兄弟石秀照应着点 石秀赶紧忙活准备斋饭 海和尚见到她时 吓了一跳 说她长得一脸凶像 俩人的心思根本不在法事上 不但嬉皮笑脸 还打情骂俏 潘巧云起身 海和尚趁机伸出贤猪手 刚巧石秀过来问话 和尚跟触电似的 把手缩了回去 俩人做贼心虚 唯恐被石秀看出猫腻 晚上法事继续 海和尚心不在焉 潘巧云在卧室里点上蜡烛 拉上窗帘 再收拾好床铺 心机火燎地等海和尚 他这里如坐针毡 转来转去 被本打算来偷东西的 古上枣石铅给看在了眼里 海和尚偷偷溜进来 门是虚掩着的 俩人急不可耐地混到了一起 桌子下面的石秀看呆了 他出屋到院子里时 被正在练武的石秀捉住 石秀告诉了石秀 他看到的事情 换去石秀放他一马 海和尚对石秀很忌惮 有些怕他 潘巧云说不用担心 说他不过是羊雄捡回来的野汉子而已 海和尚想以后俩人能经常私混 潘巧云说他有办法 石秀躲在暗处观察 果然见海和尚偷偷从潘巧云的房间里溜了出来 俩人还定下了下次约会的联络暗号 羊雄职业班时 潘巧云就放一张香桌 海和尚如果能来 就让偷偷在巷子里敲目鱼 第二天海和尚离开羊雄家时 石秀恶狠狠地盯着俩人看 把海和尚看得心里发毛 潘巧云觉得石秀可能知道了他们的丑事 就想收买他 他装出一副很关心石秀的样子 把给他缝补好的衣服递给他 可石秀不领情 潘巧云翻脸 骂石秀不失抬举 杨雄回到家 石秀正要跟他说这事 潘巧云赶紧上前 把杨雄拉走 说是已经准备好了韭菜 要慰劳慰劳辛苦一夜的丈夫 这时候的潘巧云说话温声细语 一边跟杨雄针灸 一边哭诉自己被他冷落 搞得杨雄很内疚 连声道歉 潘巧云见时机成熟 就突然哭了起来 他先埋怨杨雄不能好好保护他 然后无赖石秀骚扰自己 你却不能为我做主 我本不想说与官人听 怕你不信 反倒骂我 画虎画皮 那画骨 致人之面不知心 自打你的石秀兄弟 住在家里 一夜夜去府中当职 他就对我动手动脚 杨雄一开始不信 说撒谎就杀了你 可潘巧云诅咒发誓 自己说的都是实话 杨雄大怒 要去找石秀问个明白 潘巧云拼命拉住他 不让去问 他的目的是恶人先告状 即便石秀把他和海和尚的事 说给杨雄 杨雄也不会相信了 他石秀心怀鬼胎 迟早有一天会说我的坏话 他若不提此事 便是个好人 就当我 无中生有吧 石秀是个直性子的人 忍不住 还是找杨雄说这件事 潘巧云的话起了作用 兄弟俩反目 石秀愤然离开了杨雄家 但他岂能承受这等奇耻大乳 就一只手在附近 等机会收拾海和尚 这一晚 海和尚按照跟潘巧云的约定 到杨雄家私会 石秀先杀了头驼 又捉了海和尚 海和尚怕得要死 把锅甩给了潘巧云 都是那淫妇 勾引小人 才乱了小人的佛心 好汗 好汗饶命啊 但也没能保住自己的小命 石秀杀了海和尚 把潘巧云绑到了翠平山上 早上提着海和尚的衣服和脑袋 拦住下班回家的杨雄 一起到山上审问 潘巧云刚被解开时 还怒打石秀 看到杨雄也来了 就有些心虚 当他知道海和尚 被石秀杀了以后 反倒是豁出去了 杨雄本来不忍心杀他 说只要你不承认有这事 我就杀石秀 可潘巧云不想活了 一番朱新的话 彻底激怒了杨雄 我嫁你两年了 还不如与师兄 睡那两夜快活